各位,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的投票 就在晚上10點半結束了 新界東地方選區大約有43萬4千名 已登記的選民投票 累積投票率約為46.1% 大部分的投票站都已經轉為點票站 就開始點選票了 少過500名選民人數的小投票站和專用投票站 因為投票的人較少 就為了保密性 那些票商就會運到指定的大點票站 和大點票站的選票混合之後 就開始點選的 候選人、選票代理人和監察點票代理人 就可以到點票站的指定位置 監察點票過程 市民也可以去點票站 觀看點票的行程 這次的補選在調景領體育中心 我們設有新聞中心 傳媒可以到新聞中心報導 有關選舉的資訊 那麼選舉主任呢 也都會在新聞中心呢 宣佈選舉的結果的 新聞中心呢設有公眾席的 那麼市民呢 是歡迎大家去到那個新聞中心裡 看那裏的情況的 那麼由於作為有限呢 我們是採取先道先得的方法來分配的 那麼點票那個進度和那個結果呢 是會透過選舉網站 和新聞公告呢 來到發放的 那麼就點票人員呢 就會盡快的工作 那麼希望各位耐心等待 我們的選舉結果 投訴方面呢 是今天呢 選管會 選舉主任和投票站主任呢 是總共收到339宗 和今次補選有關的投訴 那麼投訴主要呢 是有關選舉廣告的擺放為止 還有拉票滋擾那些情況 這兩樣是最大的題目 那麼大部分的投訴呢 其實是已經即時處理了的 那麼需要跟進的呢 就是會按既定程序呢 是盡快處理的 想問一下呢 就是大概幾個年中的 有否有報告 在上次那邊呢 今天有兩位候選的那個 就是做選舉呢 就好像有些打倒的事件 想問一下 那麥克風收到自己的候選 會如何處理呢 根據以往的經驗呢 這個規模的選區呢 那個檢算選票呢 起碼都要用四至五個小時 那麽我希望呢 就是順利 都是希望四至五個小時 那麽我都收到呢 就是說 有些警方介入了 有些襲擊事件的 那麽我強調 香港那個選舉文化呢 是非暴力的 那至於個別事件呢 我知道 警方已經是調查中的 所以這個呢 就是變了由警方全權處理的了 那 each guessed 那麽我未收到這個消息呢 就說是 即是那麽有個票賞可以去哪裘 就是懷疑是那個時候 有收到這個消息嗎 我未收到這個消息 我會去了解的 那那些人不算 那他沒有票賞 哪裏是拉園 不知道是甚麼類型呢 那麽也就是 哪裏是香港的 那裏是香港的 那麽裏的 任何的地方 無論是私營的地方 或者是政府的地方 都要得到批准 才可以在那裡 固定擺放一個選舉廣告 如果是沒有得到批准 擺放的就是選舉廣告的投訴 拉票之要 多數是 最大的項目都是 有些人出入 例如阻礙出入 或者是受到一些 抗音器的資料 這些我們今次收到 就是有61宗 我們都有 接到一個投訴 就是票站職員 在票站裡評論過 有關於政黨的 題目 這件事我們的初步了解 了解 我們跟那個投訴 在事實上是有很大的爭議 我們會按我們的既定程序 就會 跟各方面拿好的口供 然後我們 再去開會調查 這些事 這些事我們一定會嚴肅處理 在那個選舉報告那裡 作出交代 不過我向各位說 我們的票站裡頭的工作人員 就是負負責和 那些票有關的 我們全部都是用公務員的 在我們那個培訓指引裡頭 我們說明 他們不可以 有任何評論 關於政治 或者政黨的題目 所以我們已經很嚴格的 我們也會認真去 調查這件事的 我想問你剛才有說 也知道有關於 有懷疑是暴力事件的 事件發生 其實在日本的選舉裡面 是不是少有的 因為你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在香港的那個 文化 暴力事件也都有發生過的 但是我 我自己的那個看法 在香港來講 就是 總的來講 我選舉文化都是非暴力的 那這個是良好的文化 那 就是全香港這麼大 你說是不是沒有試過 那當然有試過發生的 所以我們的安排 就是票站裡頭 我們也有警方 是非常之協助 我們是搜那些票站 那當然 如果在外圍那裡 有些或者有些 拉票或者情況是緊急 肢體碰撞那些可能有發生 但是我們都 希望 將來如果還有選舉的話 大家都克制 因為拉票各有不同的對象 各有不同的市民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應該互相尊重的 你不相信沒有一個上升的趨勢在那裡 那些選舉是特別多 我現在收到的東西 都不覺得是有什麼特別多 請問一下 拉票資料 會不會包括 包括網上的人 都在拍門 投某個候選人 會不會搞到一些都 有屬心的問題 如果他是有 沒有他的批准的話 上到去拍門的話 這個都算是 之要的 因為我們都說 如果你去到公共地方的話 那些 那些 業主立法團 應該公平對待 但你去個公共地方拉票 也都不代表你 可以去逐家逐換 就是逐家逐換 你都事先要得到那個 胡主 因為那裡去到的私人地方 那就是一定會胡主批准的 那很多這些 例如有些是 利用電話 因為很多人都說過 我收到一些 叫我投票的電話 那我們選舉事務處 就不會把那些電話 給那些候選人的 那他們 或者重提一些 途徑得到的 電話資料呢 那根據私隱專員的指引 他那個收取私隱的目的 一定講明 譬如他是 目的A的 就不能用到目的B 如果目的A是不包括選舉宣傳 就不能這樣用 就著有個監察點票代理人的安排 我們都察覺到傳媒上的報導 所以選管會就是 剛剛發了一個聲明 我將我的聲明的內容告訴你 就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第四十二條 監察投票代理人的通知書 是需要在投票日前的第七日 即是二月二十一日或者之前 是送給總選舉事務主任的 另外是根據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 第六十六條的規定 監察點票代理人的委任通知書 也都需要在投票日前的第七日 送交給選舉主任的 過了這個期限之後 候選人如果是需要委任其差的監察 投票代理人 或者是監察點票代理人 他就需要在投票日當日 由候選人或者選舉代理人 親身向有關的票站主任 遞交委任通知書 這個是法例的規定的 是適用於所有的候選人的 選舉主任在二月十九日 是收到候選人梁天琦 一批共180名監察點票代理人的委任通知書 這批通知書已經按照程序處理好 有關的監察點票代理人 是可以在點票時到通知書上面 著名有關的點票站監察點票的 之後選舉主任或者選舉事務處 是並無收到該候選人提交的 任何監察投票代理人 或者監察點票代理人的委任通知書 好 麻煩各位